五月初五的端午节,八月十五的中秋节,还有我们大年三十的春节,这三个节日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三个大日子,是三个喜庆团圆的日子。 今天呢,有逢八月十五,和大多数人一样,张小开从一早上班开始就迫切希望早点下班,这样一家人就可以早一点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,之后还可以吃月明赏月,那种感觉想想就充满了无限的介意。 然而啊,美好的想法总是被残酷的现实所打败,用张小开领导的那句话说就是,虽然过节了,但是我们的生活呀,还是要继续,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做的,不要因为过节而让我们变得懒惰,所以啊,要留下了一个人加班,完成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。 没错,经过上级领导的慎重考虑,最后这项光荣的任务,毫无悬念的,就落在了张小开的头上,让人呢,郁闷不已的是,张小开还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,只能够无条件服从。 送走了满脸喜悦,忙着回家过节的同事领导们,小开呀,一个人开始忙碌了起来,加班小好的,可是自己的时间啊,多耽误一秒, 都是自己的损失,尽管小开已经开了卦,但是在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之后啊,看了看时间,已经是晚上的八点多了,吃团圆饭的时间啊,早就过了,这会儿估计家家户户已经出来上月了,家中的亲人们已经打来了十几个电话来催促小开,现在终于可以答复他们了。 小开啊,告诉家里的亲人们,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,大概半个小时之后,就可以到家了,听着电话刚要断的时候啊,一家人忙碌的声音,小开里啊,就涌现出了一股暖暖的幸福感。 因为是过节,好多店铺都没开门,好多人呢,也就早早的和家人去团聚了,所以街道上显得比平时啊,要冷清了很多。 小开骑着自己的小摩托车,在寒冷的街道上快速的行驶着。 走着走着,小开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那就是,除自己之外啊,其他车辆,不管是大车小车,轿车还是自行车,全部都整齐的排成一行,在马路的另一边行驶。 而小开啊,则是独自一人,在马路的另一边,和他们相反的方向行驶着。 若不是这条路,走了不下于上百次,小开确定没有做错,恐怕啊,还真的要掉头,和这些车辆一起走了。 一开始看到这种现象啊,小开是并没有在意,只觉得这不过是碰巧而已。 可是小开啊,骑车行驶了十几分钟的样子,发现这种现象啊,还在持续, 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,心中啊,隐约的有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 不过呀,小开依旧在心中自我安慰着,这只是碰巧而已。 就这样,小开骑着摩托车,又向前行驶了十几分钟。 这有种啊,奇怪的现象还在持续,这下小开啊,真的有点害怕了, 不单单是在害怕这些车辆和自己行驶的方向不同。 更可怕的是,平时啊,这小开骑摩托车回家,只需要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。 今天为了早点开车呀,回家吃饭,骑车的速度比平时还要快一点。 可是啊,我这都走了半个多有时了,不仅没有到家, 反而发现啊,现在我开始走的这条路,有点陌生了。 小开竟然在这条每天上下班都经过的路上迷路了。 小开啊,将车速放慢了一些,在街道上缓缓地向前行驶着, 一边骑车,一边查看着街道两边的建筑型建筑, 广告排等,希望能找到一些熟悉的线索, 能够以此找到回家的路。 也不知道自己啊,是莫名其妙地到了哪条街, 周围的一切啊,都是那样的陌生。 街道两旁的店铺,全部都闭灯关门了, 除了厚厚的白色窗帘门,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了。 周围现在也都是一片灰暗, 只有天上围了一圈黄运的明月, 将四周周围的景色照得一片惨白, 看起来啊,是异常的诡异。 这条街道寂静的出奇, 因为街道上竟然看不到一辆车或者一个行人, 而且啊,这条街道很长, 好像根本没有尽头一样。 小开知道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不是很大, 算在一起也就是那么三四条街道了, 每条街道最长也就千八百米, 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呀,不管怎么绕, 作为一个当地的老出户都会找到出去的路的。 可是啊,这张小开又骑着摩托车, 沿着街道行驶了一个多小时, 还是没找到出口。 这条街道啊,异常的逼致, 半路上竟然连一个弯路或者岔路都没有。 小开呀,将车停了下来, 掏出手机,想要给家里拨个电话。 发现啊,此时啊,手机已经没有了信号, 四周寂静的连一只虫子的叫声都没有。 小开甚至都能听到自己因为害怕, 发出的沉重的呼吸声。 一个可怕的念头啊,浮现在了小开的心头。 小开猜想, 自己啊,可能遇到了传说之中的鬼打墙。 这种事情啊,据说遇到的人很多, 不过至今也没有进行过考证, 也没有说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 唯一一个迷信说法就是, 有调皮的鬼在故意捣蛋, 想想整鬼。 还有一种比较科学的解释就是啊, 由于这个人呢, 是过度劳累,意识模仿, 结果发生了一些幻觉, 才使得鬼打墙这种现象出现。 小开也看到过类似的新闻报道和资料, 但是很后悔, 当初看到的只是觉得很好玩, 也没有当真, 更不知道唯一遇到了, 应该用什么方法解决。 小开现在的心中啊, 是怕掉死, 脑子里一片混乱, 将车停在一旁, 却不敢熄火, 并且啊, 一直开着车灯, 看着灯光啊, 小开能够隐隐约约的感到了一丝安全感, 在原地待了好久, 也没有发现异样。 小开心中暗自猜想, 这鬼打墙啊, 可能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, 只是让你找不到回家的路而已, 只要你不乱走, 应该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。 所以, 小开决定了, 在这里啊, 做到天亮, 等天一亮, 鬼打墙, 自己也就消失了。 昨天是中秋节, 一家团圆的日子, 可是你却说在单位加班, 好吧, 我相信你, 你是在加班, 但是你加完班之后啊, 又说回家的路上, 遇到了鬼打墙, 这种理由,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? 张小开一回到家啊, 就被妻子罚过催吧, 因为他昨天下班之后啊, 一夜为归, 他也无法解释, 因为在他转了几圈之后, 已经模糊了, 直到醒过来, 发现自己在门口, 而天呢, 也已经大量了。